年产值千万的五金行业老板回农村种葡萄 是炒作还是另有引擎 他就问我短暂的借了个五十万块钱 也没打条子什么的我就借给他了 他说用一个新器就借给他了 隔行如隔山 他再次创业能否华丽转身 整块一块地90%的葡萄都没有了 今天的财富故事为您讲述 黄之江葡萄种植剂 嗨 智富从这里起步 我是有可能祝您智富的茂茂 那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有没有觉得很不错呢 其实呢早在四年前这里呢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杂草丛生 但是呢有一个人的出现却让这里的景象啊生机勃勃 而且呢这个人还特别的有意思 他放下了年产值千万的五金行业不做 却来到农村再次创业 种起了葡萄 那么这个人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那么跟着我一块去认识一下他 今天的制服故事发生在南昌市杨子州 来到这里的人们总是忍不住仰着头 因为头顶上风光无限 让人垂涎欲滴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南昌 南昌 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口感 今天准备采多少回去 反正我已经下了 等那边下了 我们准备还到那边去采那个历史的 我们知道果仁参参观了 这这像呢 品尝这个葡萄很甜的 这是你买的吗 同意买的 我们一团是的 整个团队大概买了多少预计 你买了多少啊 我买了45块钱 买了45块钱 这位阿姨说 若不是她血糖偏高 今儿个可能是要多采摘些葡萄回去解解馋了 采访当天并不是双休日 但前来采摘葡萄的人却络绎不绝 你可能很难想象得到 四年前这里的葡萄基地无人问津 直到它的出现 让这里充满了生气 我们现在整个有120来梦 有葡萄树大概有80来梦 然后还有20来梦的花石 剩下的一些鱼塘啊 还有一些这个小稻啊 总共加起来120来梦 那像我们葡萄这个今年的收入大概怎么样 今年收入啊 收入我估计可能应该在百八万吧 他叫黄志江 这家葡萄园的主人 不过四年前他从事的行业跟种植葡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我以前是做企业的 做工业的 做一些不锈钢零件 那会儿你做工业 做那个零件 应该这个赚钱 这个收入应该是蛮可观的 做工业企业 反正那个比这个利润贡献大 对 每个反正一年下来 我反正我们一年下来也做个几千万 2017寻找新主播 等的基本是你 相信今世收藏中国栏目 外星组织选拨大赛即将开启 我们不要亲人一面 亲人一生 只要你秀足特性 无论你是科班读生还是因生能说会道 只要你年百十八多岁 有智慧 有才华 有态度 更不特 你就来吧 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让你的主持梦想 从这里扬帆扬航 换一方式 关注江西京市微信公众号 进入报道台 上传最简历的照片 放着赚大钱的五金行业不做 黄志江为何选择发展农业种葡萄呢 还有 他仅用四年的时间 去让这个曾经一直亏损的葡萄基地 转亏为盈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咱依依为您到来 其实呢 在很早之前 黄志江有着发展农业的想法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 而让他最终选择种植葡萄 跟接下来的这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 四年前 黄志江去了江西财大 读EMBA总裁进修班 班上的一位同学小张 向他开口借一笔钱 说周转一下资金 同事老板的黄志江 能理解小张的困境 于是决定帮助他 他就问我就是短暂地借了个五十万块钱 作为他在这里发展 然后我觉得认识本身也是一种缘分 也没打条子什么的 我就借给他了 他说用一个星期就借给他了 然后过了几个月 他反正一直也没给我 后来说还付我们点利息 反正我说我不要你什么利息 你关键是早点把钱给我 一年之后 黄志江借给同学小张的五十万块钱 仍然没收回来 一天他得知小张在杨子州 种植的葡萄基地要转出去的消息 他随即联系了小张 并向小张提议 可以将这块葡萄基地 转给他作为抵押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黄志江难以置信 后来才了解 他这块地 跟他弟弟已经完全分割了 就好比之前就已经 就想好了这个事情 最后假如我出事了 这个地还是我弟弟名下 跟他不搭架 没办法 我们就想着 有点赌气的味道 我把它接管下来 就接管下来 说不定这个可能又是 另外一副仓夫了 我就花了一百多万吧 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 黄志江接手了这个葡萄基地 因为葡萄园长久没人管理 园内的杂草长得比葡萄还茂盛 我觉得冒险是一定有了 我们进来之前 我也是考察了蛮久 就是说四周啊 我们仔细地了解了一下 它这个两边都有水 两头都有水 然后这块地都已经平整好了 都葡萄树都已经起来了 只是说你感觉它很 就是说草 我们只要把这些草除掉 把这棚盖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这块地离南昌寺很近 这是我想的 我觉得它搞 就是说这种休闲农庄 是非常好的 当你把这个武装行业放下 然后转入这个农业 家人是什么样的反应 是什么样的朋友 这个家人反应 最主要是我父母了 他都会觉得 哎呀你主业不做啊 你去做一个农业 然后这个武精林建 这个厂已经就是 行政一定的规模了 已经都是心心向农的 你转住那个东西 真是丢了西瓜捡吃嘛 家人的反对 并没有阻止黄之江 决心种植葡萄的打算 他一边说服着家人 一边安排员工 着手重建葡萄基地 我过来以后呢 我就把这里的 全部把这个棚子给盖起来了 包括这个走廊 这个走廊也是 我们过来以后 才把它盖起来的 包括这些树啊 都是我们手上盖起来的 凳子啊这些东西 这些灯笼 这些灯笼还是挺满好看的 如果你担心 他完全没有种植葡萄经验的话 那您可就多虑了 自打他决定要接手葡萄基地的时候 他心中早有一感秤 因为我们是搞企业的吧 可能就是说更多的 我们会想到借力打力嘛 就说所有的农业车宽 我们会请专家来搞 我们只是 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 我们还是喜欢布局的那种 两年之后 黄志坚的这个葡萄树呢 也长起来了 也开满了花 可是有一天 他却发现这个葡萄树上的花 间接枯萎了 没有经验的他呢 也向这个有经验的老农 请教了一番 他们说属于正常现象 可是第二天 当他来到葡萄园的时候 却让他傻了眼 因为他有一种叫什么霉病的 一旦生了 就整个园子一个晚上 所有的花都掉掉了 整块一块地 90%的葡萄都没有了 就嘻嘻囊囊 就那么几个 很伤心 因为第一年搞什么也不会 那亏了十多万 因为缺乏种植葡萄经验 加上少了气数支持 第一年黄志江的葡萄种植 已失败告终 不过 这让黄志江深刻地明白了 什么叫做隔行如隔山的道理 吸取了第一年失败的经验 第二年黄志江终于迎来了葡萄丰收 我们基本上是年轻接手的那些品种 有红柏拉多 黑柏拉多 还有黑色甜菜 还有那个夏阴王 这里最好吃的那一款 还是夏阴王 夏阴王就是那种青色的 青色的带那个奶香味的 那个目前在我们市面上很少 我们现在卖家也就 三十来块钱一斤 然后打一下折也就二十几块钱一斤 黄志江的葡萄以采摘为主 那个时候的他 为了能够第一时间了解顾客 对葡萄口感的评价 他每天都待在葡萄园 有一次顾客向他反映 园内的黑色甜菜品种的葡萄 为何呈现青一块黑一块的问题的时候 他懵了 为这个事情我找了 我像我们的师傅 我就问他 我说师傅 我说我们这个葡萄 为什么有黑的有不黑的 我说我怎么办呢 我说是不是把他也怎么样弄黑了 我说他说你这个傻瓜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人家 告诉消费者 他说为什么会有的熟了 有的没熟 因为他成长过程就是这样的 他有的熟有的没熟 有的百分之八十一挂里面 有百分之八十九十熟了 可能还有那么三个五个没熟 但你要沉着促气 要稍微可能告诉别人 或者晚个三天五天过来 或者说你买回去 放在冰箱里 黄志江说 如今像类似这种问题 他已经能很好地给顾客做出解答 可以说四年的时间 也让他从一个门外汉 俨然成为了种植葡萄的专家 是红巴拉多 是一个体脂 像我们这一株能够挂多少呢 像这样大的 这个大的一串 有时候达到三公斤的 三斤左右 小的一般也在一点五斤 这个样子 那像我们这一亩地的话 它的产量如何呢 这一亩地大概有 我估计在三千斤左右吧 在三千斤左右 三千斤左右 对 那我们这个品种的葡萄 多少钱一斤 现在我们对外销售是 二十块钱一斤 黄志江告诉记者 红巴拉多品种的葡萄 一亩地的收入在六万左右 当然了 也不是人人都能够种得出 高产量的葡萄 方法是关键 它首先就是说 你一定要盖棚 不盖棚 它容易生病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排水 排水一定要好 排水不好 根不发达 上面就长不好 可以吃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打药了吗 没有 没有 咱们这个不打药吗 没有 这个就是在什么呢 在那个开发 那个保果的时候 我们会 就是说 打一下那个保果的药 但是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后面我们就不正在 再打药了 现在就是 我们就是这样吃的 我们天天就在 这个果树里面 就这样吃的 很甜 很甜哈 虽然今年雨水偏多 但是黄之江的葡萄基地 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园内的串串葡萄长势喜人 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休闲采摘 像一天最忙的时候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卖多少斤的一天 有的四个卖 一千斤 有的四个卖 五百斤六百斤 也有 有的卖两百斤 一百斤 黄之江说 自从走上了农业之路 才让他真正地找到了 快乐的意义 这个就是说跟人打交道 那个都是跟一些金属打交道 就是那种 感觉没有这个更浓吧 你看 你看到这么多人 走来走去 你看到笑声续语的 那个跟我们的心情也不一样 如今呢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休息日到 郊外吹吹风 赞散心 这和黄之江 接下来的打算 不谋而合 他要将葡萄园 打造成一个郊外休息站 及采摘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观光农业 我们也相信 有心的人 梦想终能实现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富故事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免同于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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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